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了解与互信 两岸一定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两个主题都跟核能有关 首先来看根据美国的卫星监测显示 北韩最近忙得很 忙什么呢 忙着要在近期内进行第六次的核子试报 大家关注的是 它会比上一次规模还要来得大嘛 但其实日本可能才是潜在的核武大国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曾经说 日本具有一夜之间拥有核武器的能力 那么我们台湾其实也曾经发展过所谓的新竹计划 要不是后来胎死腹中的话 估计今天挺吓人的 已经拥有300枚的核弹了 没错 而除了这个核武核实也是大家关心的议题 对于政府想要开放日本核灾四线的食品进口 引发了许多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 而核灾经过了五年半 各国对日本产品的禁令很多已经慢慢放宽 台湾政府也想研拟逐步的来解剂 这日本核灾区的食物 但是这核实真的安全吗 还是只是日本的外交压力下 不得已才开放核实 我们首先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两岸嘉宾 在画面中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北京现场 我们要欢迎军事专家崔玉亮 崔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在我们台北现场也邀请到了 这个全国民党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还有眷政评论员李建南 大家好 还有眷大国关中心教授蔡曾佳 大家好 还有军事评论员施孝伟 大家好 好 在我们进行第一个主题的讨论前 我们就先来看 最近不管是民进党政府 以及这个日本政府 对于开放核灾食品 他们一个最新的谈话 没错 最近这个开放核灾区的食品 话题可以说是沸沸扬扬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反应 这行政院的发言人徐国勇 在去年的年底就说了 要建立健全的查核管理机制之前 这开放核实是完全没有时间表的 不过这个驻日代表谢长提 他的说法就比较不一样 好像比较替这个日本说话 他认为这福岛核灾区的食品 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 会实质影响到的 包含了这个台日之间的贸易关系 还有台湾在整个国际上面的形象 公信力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呢 他还在这个2016年的年底 也在脸书上po出 说在东京的超市 也买得到这个福岛的花椰菜 这些说法好像就是在暗示说 其实台湾离开放这个核实的日子不远了 不过呢 这个吴敦韵就说了 到底是谁出卖台湾人的生命的健康 之前谈了那么多的食安的五环的政策 全部都是谈假的吗 而江启臣也说 这核实陆台的态度 我们不开放 这一点态度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是 一个谢阳庭的这个谈话 很多人质疑他 他到底是台湾驻日代表 还是日本驻台代表 这个立场有点奇怪 我们再来看这个日方的发言 那么在2016年去年年底的时候 日本交流协会的会长大乔光复 当然这个画面 大家看他臭鼻鼻笑笑的 他说我们希望尽早解除书台限制 但其实呢 在这个官话的前面 在闭门会议的这个之前 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讲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台湾呢 没有依据的发言 伤害了日本国民这番话呢 听到我们台湾国民也不太是滋味 另外这位这个赤坚二郎 日本的这个总务省副大使 他也讲了这句 不希望看到台湾 还会有不吃福岛等地区的食品现象 以言正好有点命令句 命令句 我不希望你这样做 威胁的口气 对 好 但我们看到呢 这也是台日断交45年来 来台最高层级的官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民生议题当中呢 有了这个外交的意味的一个感觉 没错 很多人都认为呢 这个参议院政府把这个民生议题 用外交 用这个政治的手段来进行处理 当然第一个我想先请教一下 这个林玉芳林委员 我们看到从这个发言的强度来看 好像日本是越来越急了 当然日本跟台湾 都是WTO的这个会员国 在之前的2015年的时候 日本对于这个韩国的不买单 日本也对这个WTO提出了要仲裁 那么现在呢 也不断传闻说 可能要这个提告台湾等等 你看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急呢 你觉得他提告得了吗 他提告不了 他很急 我现在这样讲 当然第一个 他在感情上觉得说 台湾是他以前的殖民地 你应该要乖乖地吃我们的食物才对 所以你看那个大乔光夫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说了一些的话 伤害了日本包括福岛地区人民的感情 讲这个话就是我们伤害他们感情 好像是我们有义务要吃他们的核灾的食品一样 第一个是感情的问题 第二个有一个原因 福岛跟周围的四个线 人口加起来大概是一千五百万 而日本现在人口大概是一亿三千万 上下一点 所以福岛地区跟周围这四个线 我们禁止他的食品到台湾来 这个人口数占了日本人口的超过十分之一 百分之十 而那偏偏这都所谓的农业地区 然后日本的自民党呢 他们就在农业地区 是他们的老巢 他们最强的根居地 他们最多的国会员 就是来自农村地区 所以日本自民党现在当政 执政 他的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他觉得台湾不去 而且台湾采购量很大 台湾用日本的食品的量 是非常的大的 是我们进口的所有食品中 日本这样有四分之一 每一个台湾人 吃了日本食品的那个量 要远大欧盟的那些国家 好多倍好多倍 所以这边也要请问这个蔡老师 这个大乔光夫跟吃尖狼的说法 好像是说如果台湾人不买单 不吃这个日本核食的话 好像对不起这日本人的好意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刚才这个文远有提到 台湾其实进口 日本的食物占了四分之一强 像整个大陆来说的话 占百分之四 那台湾的市场对于日本来说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强迫来行销 日本食物一定要到台湾呢 因为那个其实呢 我们台湾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说 新亚满街几乎都是日本料理店 其实我们台湾呢 其实在那个消费日本的一个水产品 这边要讲的就是水产品 生鱼片什么等等 这个量其实是什么 其实非常大的 那我觉得要讨论这个 核食的一个议题当中 我想先看那个 刚刚的那个谢长廷的那个 那个戏剧 我们可以看到 谢长廷刚刚讲到了 就是说 如果没有开放核食的话 台日之间的一个贸易会有问题 会有问题 这个就表示什么 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开放核食 接下来呢 台日之间才有可能什么 才有可能来签署 所谓的一个经济合作的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前提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他说如果我们不开放 我们台湾就失去了公信力 为什么要失去一个公信力 表示你们之前一定有承诺 对不对 你们台日 就是民进党政府 跟那个什么 日本之间 可能有一些案盘的一个承诺 那现在我们不开放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公信力 我觉得要从这样子的 他这个公信力三个字没有讲清楚 他有点模糊 什么叫公信力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就失信了 那另外呢 这一次的一个什么 那个赤尖二郎来台湾 那我们大家都把它说 哇 是台日以来那个什么 断交以来 对对 得一个最高的一个成绩 他来的时候 但是他来却来讲什么 讲核食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 日本软硬监食的一个两种手法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人把它当成是一个 台日关系的一大突破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什么 台日之间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新常态 这以前就有了 之前呢 那个什么 在马政府时期呢 日本为了要怕 两岸之间的一个联手 他就什么 他就对我们台湾来笼络 然后呢 让我们来开放 但是蔡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所谓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把它这个看成 这个日本这个台日断交之后的 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新突破 我觉得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北京的一个看法 当然北京大陆跟台湾 都面临这个日本核实 这个进来的一个压力 大陆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 这个民进党政府一直宣传 现在台湾呢 全世界不开放的 就只有大陆跟台湾 当然就是两个地方呢 它有相同的一个处境 第一个我想问一下 这个崔老师 当然我想大陆的舆情 有大陆舆情的看法 我不知道大陆的气氛是什么 另外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 把这个民生议题 升高成为外交层次 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我所生活的北京这块来看的话 核实这个议题 现在并不是太热 为什么不热 不是因为这个事不重要 而是实际上 这边的话 质监总局很早就已经制定了 可以说是铁律 有关福岛周边 相关12个县 这些食品都在 这是进入的名单之内 一直咬得很紧 我印象里边15年的话 日本相关方面 跟这个中国的农业部 之间就有一个会谈 日本也表露出来了 就是希望能开这个口子 但是呢 的的确确又被挡回去了 必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块 政策这一块的话 铁律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我觉得可能在 一般老百姓的自身 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用胃投票 来用胃说话 就是的确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摄入这种 核毒的食物的话 会对自身的健康有影响 所以呢 大家也都避免 相关的这些县 出产的食材 另外一个的话 也的确是我生活在北京 因为地方的这种饮食习惯 大家好像对这种 日本来的食材 并不是特别的感冒 因为可能是饮食方面的原因 这几点相加的话 导致在至少在北京 这个核毒的食品的话 并不是一个 不会成为新闻话题 然后至于说 日本这个频频的在这表态 就是希望能相关的各方 各个国家和地区 都对这个福岛的食品开口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 或许在他们国内的话 他们的这些主张 都是有情有理的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的话 毕竟大家还在担心这个事 所以你如果推得那么急的话 我特别想请教你的事 我特别想请教你的事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赤尖二郎到台湾 当然他谈的还是 这个日本核实开不开放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操作之下 这变成这个台日断交 这么多年来 最大一个关系上的突破 对于这点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也的确看出来 日本真的是很介意 很着急这个事 所以说不惜在外交方面 有一些动作来希望能促成 但是我还是觉得 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些 地方的当局的领导人 能顶住压力 毕竟老百姓的生命 你的职责主要是在于 老百姓的生命 老百姓的生活 健康不健康 最好不要因为外部的压力 在这样这么攸关 健康的话题上 去开口子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民进党政府 在操作一个口径 就是说 其实这个日本的核实 现在全世界你看看 只有台湾跟大陆 是全面禁止的 其他这么多国家 都已经开放了 为什么我们台湾 这么落后呢 以仍是这样吗 好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现在只剩下台湾跟大陆 是禁止核实 其他各个国家 全部都开放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 在大陆的部分 其实还是禁止的 日本 东北 关东 还有中部地区的 一个都九个县所有的食品 他们是完全不进口的 我们看到韩国也是 日本的13个县市的特定的食品 包括我们看到福岛 磁城 这些县市是全部水产品 都不能进入的 而香港也是福岛的五个县市的 这些乳饮品 奶粉 蔬果 也不能进入 澳门也有九个县市 全部都是禁止的 不过我们的政府 当初却说什么 他说为了要延拟慢慢开放 这个日本的核实进入台湾 他说现在全世界 只剩下大陆跟台湾 是禁止核实的 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开放 我们来看这个 日本独卖新闻的报道 这个在日本来说 是最挺合的媒体了 不过可以看到 他们自己在报道上面 都已经澄清了 说现在管制日本食品 全球还有33个国家 都还在禁止日本的食品 而去日本的网站也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60个国家 都还是没有禁止输入这个 还是禁止输入日本产品的 所以我们政府为了要 好像在政策上面 有一个压力 所以居然说 台湾跟大陆 才禁止日本食品 这样的话 让大家听到以后 觉得是匪夷所思 刘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 当然所谓的台湾无依据的发言 会伤害日本国民 当然我觉得这不是无依据 因为我们在各次的 民调当中都显示 台湾民众反对 我们看到进口日本核灾食品 应该是超过七成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无地放食 或者说无依据 台湾也有台湾自己的民意 那么这个时候 日本人在那边说三道四 感觉上好像这个 其实也对台湾的伤害很大 因为过去在福岛核灾的时候 台湾各方面出人出力出钱等等 台日之间会因此而翻脸吗 我想第一个就是 蔡英文上台以来 也未必是蔡英文给日本一个暗示 就是说 日本可以对台湾有很多的期待 最起码我可以感觉到 邱毅仁跟谢长廷 是给日本有这种感觉 他可以就 那个时候你看还没有上任 他对于这个充之脑 充之交的事情 他是怎么说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考虑 你这样就让人家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你会听我的 其实你假如说 这两个要跟日本好好地讲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2011福岛核灾的时候 那个时候日本死那么多人 那日本的中元节 我们台湾是农历七月半 日本他后来用西里 他是8月16号 那日本中元节有个很重要的 就京都有五座山 叫五山营火 就五个山堆了很多柴 这个柴烧火可以让王魂 安宁到天上去 结果日本可以讲说 日本它这个严守县 它的路前高田市 它弄了333支松树 它刻了很多就是死亡者的名字 还有家属对这个死亡者讲的话 好不说你安息 我们会永远怀念你这个 结果要送到京都去烧 京都不准 京都说为什么不准 因为这些可能有辐射感染 它一个木材来烧都不准 大家先想想这一点 后来我问过日本人 我说你们也太无情了吧 死那么多人一个木材 又不是你它烧掉就没事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日本人跟我讲了一句话 生者的安全 比亡者的安魂重要 那请问 你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心态 你今天这样的一个食物 你就要强调这个台湾人接受 你这何乎道理吗 但是我不知道邱一仁 跟这个谢昌宁 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这是可以查的事情 你以这个来跟他们讲 那是不是你伤害台湾人的感情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谢昌宁上任的时候 我曾经在报纸前面文章 你不要对日本拥抱 让日本好在我们背后扎刀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觉得说这件事情 外交官的 这个之后代表一个国家 我就觉得说你的原则 你到底是台湾的代表 还是日本的代表呢 对美国来讲 日本没有拥有核子武器 就永远要依赖美国核子散的保护 对美国不管是经贸方面也好 还有这个战略层次的 其他的外交的这个作为也好 对美国来讲 这才是个递兜 当然真相在哪里 看你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来解读 不过我们都说 这个民众的小问题 应该是政府的大问题 但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看到有外交的影子 有政治的影子 在这个事情上 民进党的政府的思考 还是一贯的要亲美连日来抗中吗 我想整个就是台湾 当然它必须到 就是说在这个大陆 以及跟日本跟美国方面 它要取得一个均衡 可能要取得一个均衡中间 就是说你有时候对日本的话 我想应该对日本 这个民族性要很清楚 当时有一个写过 说日本人对台湾 就习惯这个霸凌 与撒娇交互应用 霸凌就是喜欢欺负你吃定台湾 那撒娇就说我们感情最好 我们感情最好 你来买我们的东西啊 你来干什么啊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说 大家要知道 现在不要讲日本的食品 最近日本的统计 很多日本的灾区的小孩 到内陆到其他区 要去读书的时候 都被人家怀疑他 他有没有沾染到这个毒菌 是不是带毒的带河 带河的这样的一个人 而受到一个排斥 所以更不要讲日本的一个食品 第二个即使你的食品安全无力 那我们接着说 他也不应该用这种态度 对台湾依附高高在上的态度的话 我想今天这个民进党 最喜欢叫台湾人的尊严 台湾人的尊严 那个台湾人的尊严 为什么要让日本这样子霸凌台湾 我想这是民进党政府应该检讨的 好 除了核能食品之外 我们今天讨论另外一个主题 也跟这个核能有关 最近我们看到 美国的一个监测卫星照片显示 北韩最近好忙 忙得不得了 那么在这个风隙里的核市场 最近大型的这个车辆进进出出 看起来像是运送核武的设备 那么根据了解 它最快的这个核市报的时间 恐怕是在三月底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四月十五号 那么北韩国父的明诞的时间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之前美国那个 他们在当时纽约时报上 就曝露了一段这个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时他们从这个金正恩 去试导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工厂 他那时候展示了一个 我们称为一个叫做Disco Bell 就是那个迪斯克球 当时他从这个这张照片 后面说了很多故事 当时他也有提到 北韩也就是朝鲜 它整个核设施来讲 它其实扩大了相当的多 它在原有的这个厂房之外 还另外再盖了新的厂房 那你说盖了新的厂房 是要干嘛呢 那当然想也可以推断的 就是它基本上要扩充它的这个核设施 然后能够让它做出更多的这个核原料 那我们这次看到你说它这次的这个38度的这个网站 它其实呢在风吸里的这个核子试验场来讲 它其实你看它有这个把它就是说整个标示出来 对 卫星照片 这个是卡车 卡车对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把有相关的这些 那个补给设施都摆在这边 但其实他们西方由于他们经常会透过这个人造卫星来 长期的监控这个风吸里这个核设施 所以他们会发现 比如说你车子变多了 往来的这个那个材料啊 运输进去的这个材料变多了等等 他们都会把它列为一个 北韩在加速发展核武的这个一个那个迹象 外加上其实这次有一个说法 传出一个说法就是朝鲜也就是北韩 他们这次不仅仅只要试爆一枚核弹 他们准备来个连环爆 也就是说他们要在短时间之内连续试爆多枚核弹 为什么呢 只要让这样一个方式让西方国家知道 今天朝鲜也就是我北韩 不仅仅只有一颗核弹 我一次可以连续爆好几颗 意思就是我今天能够在试爆的这个核弹之外 我后面还有很多已经制造完成了 而且当然除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核武器之外 他们现在其实朝鲜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将核武器的那个小型化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其实在搭配上了这个北韩 也就是朝鲜他们所制造的这个长城飞弹 那其实已经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这个本土 这个可能性都已经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当时你看 他说那个人车进出频繁 最近停止 就代表之前材料的运输非常的密集 然后呢 最近好 已经大概到了一个完成的这个阶段了 然后呢 而且呢 他还有坑到大规模的挖掘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概没有人敢在大气层中 进行核试弹 除非哪一天 金正恩啊 这个这个吃了衬头铁了心 或者说他已经这个脑袋已经这个 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他呢 会用这个飞弹 真的载一颗这个核弹 去进行一个大气层的这个施暴 不过我认为 这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韩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忽略了 其实日本也是一个潜在的核武国家 对 日本啊 当然我们大家这个时候会知道 日本由于我们看到 它有那么多的核电厂 你就可以啊 那个借由核反应器的这个过 那个运转的过程中 你可以生产相当多的布 所以呢其实日本啊 基本上来讲 他们说日本呢 现在至少从这么多年的 核子反应器运转的过程中 他们应该已经累积了 大概有45吨的这个布原料 因为布这个东西啊 最主要就是用来做核弹的 这个整个的那个引爆装置中 最重要可能就是 那个称为我们 那个核弹中的一个炸药的这个部分 你要将这个布啊 进行一个那个连锁性的这个反应 它才能够产生这个巨大的这个能量 大家很关心的是 日本真的能够在半年内 就制造出核武吗 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说你对那个整个核武器的这个制程 本身来讲 以日本的科技能力来讲 我个人认为绝对做得到 但是呢 日本今天它拥有这些那个布的原料 以及它所相关的这种 关于核武器的这些 等于相关的一些设施啊等等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完全是在美国的这个监控范围之下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日本真的敢做核武器 那也是要得到美国的这个默许 但是我并不认为 现在没有任何的空间 美国会默许日本制作核武器 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讲了 它日本有45吨的鱼 那个布 然后呢 它也有先进的核燃料工厂 那另外它的核生反应器 也能够不断地提炼 然后呢 甚至于来生产这个浓缩的这个布 然后因为它呢 可以就 你那个布 核反应器用过产生的布 它能够不高 你要经过那个离星 然后把它提炼以后呢 才能够成为 装在核弹里面的这个布 而且你可以看到 核能技术 其实相当的这个成熟 而且日本来讲 它也能够发射卫星 有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 基本上来说 它就有打这个长城弹道 飞弹这个能力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呢 甚至于等于说 日本要做核武器 基本上来讲 真的可以说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事成 就是美国的允许 但是我个人认为 短期室内 美国应该是绝对不可能允许它 因为如果美国 让日本做了这个核弹的话 那美国等于自己 把它自己在世界上 建立了这个核子反应器 自己拆了一大块 那你说它如何取心于世人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部分来说 可能还有待观察 是 接下来呢 我们想请教一下 这个北京现场的 这个崔老师 当然有种说法 是日本青森县的 这个核燃料处理厂呢 目前还在运行当中 当然你说日本还在提炼 当然从刚刚这个 校委的讲法当中 我们看到 日本的这个迹象 非常的明显 那么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 日本如果要发展 它的核武的话 日本要对付谁 那么短期之内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的确日本有这个潜力 但是我们看到了 包括日本自己的 很多学者都在指出说 日本是一直在做叙事 待发的这个状态 它对外还是明确的坚持 它的三无 核的相关的三无的 这个政策 这是一个最大的门槛 如果这个门槛突破的话 日本才有可能着手去拥核 但拥核的确是 像很多人分析的这样 首先第一点 核的装药的这一关 它现在是有很多的布 但是这个布的 同位素很多 真正适合做核弹的那一种布 跟现在反应堆里烧的这一种 作为燃料的布的话 还是有不同的 要提炼到那一步 需要花时间 需要有政策的投入 需要有资金的投入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运载工具 日本可能航天的技术 也就是它运载火箭的技术 很先进 而且它也的确有核式的战机 但是怎么把弹和机 也就是说怎么把核弹 跟载具结合起来的话 恐怕还需要时间 是 崔老师 在这里我想请教你一下 当然是说我们从动机来看 当然各方的评论都认为不可能 像刚刚校委也说 要经过美国的默许等等 这个虚衡这个世界的局势 看起来目前可能性是很低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日本有许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都在讲这样的话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石渊圣太郎 他告诉大家时间也讲了183天内 还有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他也曾经讲过 他说日本实际上具有一夜之间 拥有核武的能力 假设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话 为什么这些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要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呢 我这么看 首先拜登的那句话 实际上拜登的那句话 是有特定场景的 是在拜登见到习近平 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时候说这句话 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国对朝施压 就是遏制一下朝鲜拥和的这个步伐 当然这句话比较夸张 而且我注意到 拜登这话说出来之后 日本自己就开始反驳 主要的重点并不是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说我还要恪守这个无和的三原则 这是拜登这句话 那为什么日本很多极右翼的人士 也出来说希望拥和 那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把拥和 看作是日本回归正常国家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他们积极要求拥和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想还有一点 就是假如说情势乱到没法收拾的话 日本会不会自己没有研发核武器 但是有核武器可用 我觉得是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的 也就是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 假如已经乱到不能收拾 那么有可能日本的战机 在美国的核弹执行攻击任务 至少理论上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东北亚确实是不稳定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不稳定的原因 当然就是北韩 我们刚刚讲了即将进行第六次的核事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林委员 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现任总统川普 他在竞选的时候 还没有当选的时候 他讲到他的外交政策 他就明确的说 事实上他对于韩国 对于日本发展核武来威慑北韩 他是持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说他不反对 同时他也会考虑 从这两个国家来撤军 当然最终的生意人 还是想军售 你怎么看 其实他讲的话是在竞选期间讲的 选完以后他大概都没有再讲这样的话 竞选期间他讲的还包括沙特阿拉伯 他讲的理由是第一个 巴基斯坦 北韩 这个中共都拥有核子武器了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拥有核子武器是早晚的事 第二个呢 针对像日本跟韩国 美国投了很多的钱来保卫你们 但是美国已经没有钱再这样做了 所以你们最好自己能够发展核武 保护自己吧 他们如果能保护自己的话 那美国还有什么价值呢 对 所以这个是川普 他竞选的时候 他是这个 讲话是没有什么估计的啦 但是选完以后你看他说的话 他就比较谨慎小心 因为对美国来讲 日本一旦拥有核子武器 对美国的依赖就会减少 你不要忘了光是武器来讲 日本一年采购美国多少武器 光是F35买了多少架 而且买了爱国者的飞弹 现在可能连这个 这个萨德飞弹也要买 所以对美国来讲 日本没有拥有核子武器 就永远要依赖美国核子产的保护 对美国不管是经贸方面也好 还有这个战略层次的 其他的外交的这个作为也好 对美国来讲这才是个利多 所以美国绝对不会让日本拥有核武的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东北亚最大的不稳定员是北韩 这个北韩的驻云大使也曾经讲过 他说未来如果朝鲜半岛有战事的话 那么一定是核战 首先这个关于日本会不会 在今天的报纸 日本要员放话 就是要有攻击战力 但是你要看什么人讲话 防备谁 这讲了三个人 一个日本安全委员会主席金金宽 一个是两个前防卫大臣 钟谷元跟小野事务点 尤其小野事务点是不乱讲话的 那他讲这个攻击性武器什么 当然就是核子武器 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说 整个大家想想看 福岛核灾的时候 你注意到没有 日本不让任何人进去帮忙 他为什么不让任何人进去帮忙 还有美国是 美国是不准别的国家都有核武 但是美国对这个以色列 跟对日本又有那么一点暧昧 这是我们必须觉得 还有你要讲到日本的民族性 第一个日本是不服输的民族 大家知道麦克阿瑟去占领日本的时候 他派两个小组 一个小组是公开的 他去抓东条英机 另外一个小组是秘密的 是到东北把日本的核子 原子战机率全部追毁 所以日本人是觉得说如果差那一点 可能今天战局不一样 还有日本他从战后到现在 他的工业人才都训练有个习惯性思考 就是转换车间即时生产力 什么叫转换车间即时生产力呢 就是你做机密录影机的 你要随时像 我现在做太空桌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然后你是坐这个邮轮的 你要想我做战舰 我要怎么办 我是做电脑的 我要想我做雷达怎么办 然后我要做核电的 会不会想到有一天要做核武怎么办 大家必须要知道 核武能力不等于核战能力 其他这些国全世界能核战能力的 只有美国 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 可是日本只要有核武的话 他立刻就有核战能力 而且他不但有核战的作战能力 他还有核战的应战能力 就是应付这个作战能力 所以我觉得说对日本 大家有的时候还是给他 稍微严密一点去了解他比较好 好 除了这个北韩跟日本之外 当然我们也拉开视野 来看一下这个全球目前 我们看到核武的一个战备 好 那么画面中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 这个全球核弹弹头的这个存量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全球的核武竞赛 其实已经开始了 是一种恐怖平衡吗 其实根据统计 现在全世界这个有 一万五千枚的核弹 是存在在各个国家当中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这个俄罗斯 美国这些大国 起码都有七千枚以上的核弹 这些数字是包含了 比如说厨艺中的 还有正在制造中的 还有已经成品的 这些核弹全部加在一起 有七千枚以上 而法国 大陆 英国也大概都有两百到三百枚 而我们想象的一些国家 比较容易发生战争 像巴基斯坦 或者是这个人口很多的印度 以色列 北韩 其实呢 他们自己都已经拥有核弹了 而我们另外可以看到 其实呢 之前台湾也曾经制造过核弹过 不过在1988年的时候 是被美国给压制了 那相对来说 这个伊朗跟南非 也曾经开发过这个核能源 那曾经提炼过核 不过也是有曾经被这个联合国制裁过 而南非的部分呢 是最后就没有继续发展的 而目前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北韩的部分 最近进行疑似是试射的行为 他们其实就是秘密研发的国家 他在2006年10月9号的时候 首次试报 到现在已经总共完成了五次的试报了 而以色列的部分呢 也曾经推动核计划 还有小规模的这个核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万五千发的这个核弹 其实遍布全球 是 好 这个蔡老师 我想问一下 当然这张板子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含量很大 俄罗斯美国我们看到 哇 七千多枚啊 这么多 为什么 要对付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那个全球的一个 它的一个核武的一个逐量来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80年代的一个冷战时期 其实是最高的 那世界上呢 就是说现在拥有在 所有被称为拥有核子武器的一个国家 大概呢 能够被称为实质的一个核武国 大概就是七个国家 就是所谓的一个 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然后再加上印度跟巴基斯坦 美国跟俄罗斯 大概各有四千五百枚这个弹头 然后这种四千五百枚弹头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其实一眼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在北韩手上的十颗弹头 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然后再加上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那个以色列跟那个北韩 其实是什么 是还就是 就是还是未定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核武的一个国家 实质大概就是这七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90年代之后 整个的一个核武的一个存量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急剧的一个什么 急剧的一个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就是2016年的 也就是去年 整个的一个核 全球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核弹头的一个储量 来看 其实还是什么 美国跟俄罗斯两个国家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占绝大多数的 那这两个国家呢 他们又存有这么多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还是在一个 冷战的一个思维 虽然就是说 他们现在就是实质在运作的 没有过去这么多 但是拥有这么多的一个核弹头呢 其实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威吓的一个力量 我在这边必须要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北韩 它就是 为什么它尽一切的一个力量 来去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核子武器 因为它知道呢 过去呢 印度跟巴基斯坦 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 他们在发展核武的一个时候 美国也是极尽的一个什么 极尽的来去什么 限制它 但是呢 一旦它发展核武成功了之后呢 那美国呢对它的就是 其实就是另眼的一个看待 所以拥有核子武器 就好像是什么 你在国际间拥有一个什么 非常大的一个威吓 和那个发言权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些国家 包括伊朗什么等等 它都要尽一切的一个力量 当然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北韩的问题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 我们觉得这个以色列也很有趣 这个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哪两个国家是 美国最不希望看到它有核武的 一个是北韩 一个是以色列 以色列怎么样突破这个 美国特别是它的种种这个监控 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核子力量 以色列因为它整个讲说 国土很小 这个人口也不多 但是呢 它可以讲说 它整个的精英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假如讲说这个世界上 我们讲说俄罗斯是战斗民主的话 那日本是间谍民主 它习惯性喜欢喜欢收集情报 但是以色列可能就是谍报民主 所以它的谍报机构是很那个 所以它的谍报机构在这个受训 你要知道就全世界都有这种谍报组织 但是以色列的莫萨特来讲的话 第一个它在组织里面 它这个组织里面有很多组 你知道它有一个组是怎么样 是20岁以内受训7年 然后服役7年 最后心理辅导7年 为什么要心理辅导7年 就是你这7年工作期间 你是非人情非人性的折磨 所以他们毕业的话 他们受信的时候一句话 国旗在前面 国家 我讲生命 我将生命荣誉自由 通通交给你 把任务交给我吧 您的意思是说 以色列是运用它强大的这个谍报能力 它的一个谍报能力 它要掌控所有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除了这个联合国五常 是我们公认的大国 有核武器之外 其他的 您像印度也是一个大国 但是这些人有核武器了之后 好像没有激起 整个国际社会舆论 那么强烈的反应 但是像以色列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以色列和韩国 不好意思说错了 就像以色列和朝鲜 这种国家如果有核武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 为什么这样 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这些小国的话 太容易被逼到墙根处了 就是太容易丧失它的安全感 也像以色列 就是胆子的确是非常大 为什么在美国眼皮底下 它也敢自己发展核武 我们不能低估了以色列 这个自我行事的这个能量 就像卡特政府时期 当时出现了这个 在德黑兰伊朗人质事件 就把美国大使馆的这些人员 被伊朗的新的革命政府给扣住了 卡特政府想用一些军事上的军售的条件 去换这个人质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以色列一直在偷偷的 背着美国跟伊朗 在卖先进战斗机的零部件 这是以色列干的事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就是经过二战了之后 以色列它的这个主体的民族 犹太人突然发现 所有人都不帮我说话 好像所有人都在欺负我 那没办法 我只好用我们的话说 就是自力更生 我不光常规的战力 我要具备起来 而且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的国土实在是太小了 没有任何的纵身 但是周围全都是敌视我的人 想要把以色列除掉的这些国家 所以他很可能是逼不得已 权衡再三 只好要走上这个雍和的道路 北韩可能有这样一个 他觉得大家都在鼓励他 都不带他玩了 当然是内外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最后他权衡了之后 己害相遇 取其轻 最后他觉得可能雍和的话 是他北韩 现政权最明智的一个选择 是 听到这个 是 您说 但是的确是这个小国的话 因为它底线太容易被逼到这个墙根处了 一旦逼到墙根处 它可能就会动用这些大杀器 就像核武这样的东西 其他的大国一般来说 战略上的纵身会比较充足 是 这个周老师确实如此 动用核武的可能性比这些国家要小很多 在这个世界上 当然对于这个核武 我们看到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约束的一个力量 比方说像有能力的国家 这个领委员 像伊朗 南非 我们台湾都曾经启动过计划 像台湾也曾经这个新竹计划 后来胎死腹中 要不是如此的话 估计恐怕台湾现在是几百枚的核弹了 而当初这个计划 也是在这个美国的默许之下进行的 没有 没有 美国从来没有默许我们发展核武 我们早年发展核武 其实老总统有从以色列找人来帮忙 我们刚才只要讲以色列 以色列是个全世界一个例外 我们不如用这个东西 适用到其他国家身上 第一个 因为以色列从来没有承认过 它发展核武 北韩是公开承认我就搞核武 巴基斯坦 伊拉克都这样 不是那个印度都这样 以色列不讲话 第二个 以色列的人才是在各国 美国 欧洲这些国家都有它的人才 这些人在以色列建国以后 慢慢都归队都回到以色列来做这个事 第二个 美国晓不晓得以色列在发展核武 当然晓得嘛 全世界的东西可以 哪个事情可以躲过老美 那美国为什么不公开处理它 美国没有办法公开处理它 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 太大太大了 所以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 美国人对犹太人有天生的同情心 欧洲国家当时也有 为什么 因为他有几百万人被纳塞 那这个希特勒给处决掉了 所以这些国家非常的同情这个犹太人 然后所以在这同情中对他也比较愿意去容论他 最重要还是讲回来 以色列在美国每个阶层都是精英 所以美国社会要去对付以色列是很困难的 光是要把它这个settlement那些的住宅区 在这个西奈半岛 不是西奈半岛 就在这个越大河 这一带的这个他们的囤田区要把它拆掉 你就拆不掉它 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多么的顽强 而且美国对它有多么的固距 也不只是经济上的力量也很大 是 听到这个林委员讲 其实这个小国跟大国对于拥有核武 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孝伟哥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召开这个联合国会议 参与的国家都来讨论一个禁核条约 而当时讲到这个安理会的一些会员大国 包括这个英国 法国 以色列 这些都投下了反对票 甚至这个全世界 唯一被核弹攻击过的日本 也投下了这个反对票 到底这所有的国家 是不是大家都各怀鬼胎 其实因为毕竟核武器 说真的它之所以今天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它某种程度来讲 还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效益 也就是说它其实阻止了那种 大规模的一个战争的发生可能性 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刚刚那个蔡老师用这张图 它上面你看美国跟俄罗斯 大概各有4500枚这个弹头 然后这种4500枚弹头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其实一眼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在北韩手上那10颗弹头 我今天不怕一个有4000多枚弹头 或上千枚弹道飞弹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怕一个 只有一枚核弹跟一枚飞弹的国家 西方的思维一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今天不怕一个有4000多枚弹头 或上千枚弹道飞弹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怕一个只有一枚核弹 跟一枚飞弹的国家 这个其实就代表它可能真的会用 北韩就可能真的会用 对 但是因为像你看 因为过去你看到美苏两强 它拥有这么多的核弹 跟这个弹头跟弹道飞弹 基本上来讲 它们是处于一个相互保证毁灭情况 那相互保证毁灭 反而保证了大家 完全不敢对你轻举妄动 因为我一旦动 你就可以把我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 顺便把地球给炸 你打我 那我同样也可以把地球给炸掉 大家都没得玩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地球反而会相安无事 但是你看如果今天真的像金正恩 他今天之所以发展这个核武 很大的原因就是 看到了格拉费 也看到了沙丹胡森的下场 所以他知道他一定要有这个保单 这个核武器对金正恩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单 是一个保命符 但是美国就不能忍受跟接受 为什么 因为美国思维就是 今天一个人手上只有一枚核弹 那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 是 蔡老师要补充一下 这日本也投下反对票 他自己有被轰炸过 他也知道核弹的威力 他自己的如意算盘是在打什么 我觉得日本最近就是说 他的一个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安倍上来 其实他国内的一个氛围 就是说我们知道过去日本有所谓的一个 那个所谓核武三原则 那现在呢国内呢 就是要打破所谓的核武三原则的一个声音 其实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什么 北韩的一个威胁呢 越来越高的时候 日本国内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呢 其实就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日本国内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主观的一个什么 主观的一个意愿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外环境 日本最近呢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整个外环境 它的一个不安全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强 他觉得呢北韩是一个威胁 中国大陆军事崛起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威胁 而且呢日本也觉得他现在的一个角色改变了 过去他可能只关注自己的一个周边 自己的一个本土 但是他现在的一个角色呢 是什么 是一个区域的一个什么 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又觉得说这也是日本呢 积极想挣脱那个所谓的一个 核武三原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刘老师不止这个日本没有安全感吧 我们看整个东北亚大家都很没有安全感 在进行一个恐怖平衡 其实你对日本来讲说北韩有核武 他没有 就像以色列讲伊朗可以 我不可以 对这两个民族都是不能忍受的 但是你知道北韩跟这个以色列呢 他都是一个敢拼命的民族 所以美国对以色列啊 会比较睁一只眼 但是你说台湾他不给你 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 会减不到你关掉的关系嘛 北韩跟这个以色列呢 他都是一个敢拼命的民族 但是这个北韩是拿土制大弹敢拼命 以色列可不一样 可是精密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说 核战最重要的 就像这个报纸讲说 中共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 就是潜艇 不要忘了 潜艇能够能发展的日本的潜艇 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这也是讲的就是说 那这个在以色列它是不太会 它是单一的国家 它不太跟别的国家 有这个剪不断理还断的关系 但是你说台湾他不给你 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 有剪不断理还断的关系嘛 那日本又跟这些国家 周边国家又扯不清的关系 所以美国对以色列会比较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对日本的话就有点 也好 也不好 就在这种拿捏 那日本它是很清楚 在这样的角色 什么时候偷偷地得寸 看能不能进尺 他是这样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就是说你得寸不能让你 要让你再退回去 不能再那个 因为日本如果真正搞核武的话 那它不是一般的国家 是 没错 您讲到这个北韩是敢拼命的 但是北韩我们看到过去核武 大家认为这个恫吓的效果多一点 但是现在看起来 它是有实战能力了 效果 对的确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这种长程的飞弹 或中程的飞弹 然后而且经过一连串试射 虽然说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但是我们在国际上面来讲 或说就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不能堵它 一定失败 它如果万一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日本很紧张 然后韩国很紧张 甚至于美国很紧张 因为那个北韩的核岛战的话 其实它是打得到关岛 现在就打得到 打得到